热点资讯 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枫 在结束隔离之后 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 转往武汉当地一间湖边的饭店入住 29日与中国科学家会面 世卫提到 专家组即前往武汉的实验室、市场和医院 专家组成员之一库普曼斯 今天在推特上写道 他们今天与同事们进行面对面会谈 谈论访问计划 并认为在冗长的线上会议后 终于能与同事们面对面接触 是一件好事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公室主任克鲁格 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 团队成员已由中国不同领域的同行准备好 每天花费很多很多小时 与世卫专家组介绍和交还数据 克鲁格还指 世卫专家小组在接下来的14天 将能够在严格的医疗监督 连续测试和限制措施下外出 据路透社报道 专家组预计将在中国 多逗留两个星期 世卫29日凌晨也在推特宣布 冠病病毒溯源专家组 将前往武汉病毒研究所 瓦南海鲜批发市场 和位于武汉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 进行实地考察 世卫在推文中提到 专家组将与前线人员 和一些首批冠病患者交谈 世卫总干事谭德塞 在推特感谢中国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马小伟就调查新冠病毒起源的任务 进行坦率的讨论 由于抵达武汉调查 已是爆发武汉肺炎以后整整一年 因此许多人对于 是否能查明真相并不乐观 寻找新冠肺炎的起源 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人们花了十多年的时间 才找到非典病毒的源头 而最初在20世纪70年代 被发现的埃博拉病毒 它的源头至今仍是个谜 但是知道病毒从哪里来 有助于预防未来野生动物病毒的爆发 丹麦籍成员费舍尔 28日受访时就表示 这次的调查任务是否能成功 事实上100%都取决于 他们所获得的相关资源是否充分 无论团队本身多有能力 多认真调查 一切都只有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之下 才能实现 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消息 在1月29日 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法新社提问 中方能否就专家组实地考察计划 提供更多细节 可否确保专家组将获得 所需的科学数据和病例信息 赵立坚说 关于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 下部活动安排 去哪些地方走访 同哪些方面交流 事关科学的严肃性和研究的严谨性 双方会基于前期达成的共识 结合病毒特点和疫情形式 科学的专业地做出安排 据我所知 你刚才提到的有关地点 专家组都会去 随着交流合作的深入 相信 双方专家会在适当时机 对外发布合作进展和研究成果 我愿强调的是 这是世卫组织国际专家 同中方相关领域专家 就新冠病毒溯源问题 进行的一次交流合作 是全球研究的一部分 不是调查 世卫专家隔离期间 双方已通过视频方式 进行了多次交流 分享了各自研究成果 为下阶段深化双方合作 助力全球研究 打下了良好基础 无论是各国官员 还是新闻记者 我们都不是科学家 也不是专业人士 我们应当把溯源研究 这项极为专业的工作 交给专家举办 为他们推进相关合作 提供充足的时间 和必要的空间 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和支持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关注和干扰 中方将一如既往地 秉持开放、透明、负责任的态度 继续同世卫组织保持合作 为更好的预防未来的风险 保护好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做出自己的贡献 据法新社华盛顿1月27日报道 白宫发言人 珍普萨基当天说 美国希望对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源头 展开国际调查 报道指出 北京表示 虽然武汉是首批病例被发现的地方 但它不一定是新冠肺炎病毒的发源地 另据外交部网站1月29日消息 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任何先入为主 预设前提进行负面揣测 甚至企图进行政治化解读的言行都是不恰当的 将为世卫国际专家组在华开展科研合作 带来不必要干扰 不利于得出严肃科学结论 他说 关于病毒溯源 相信大家都看到了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包括世卫组织也认为 病毒溯源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 可能涉及多地多点爆发 病毒溯源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 应由科学家在全球范围内 开展国际科学研究与合作 我想强调 病毒溯源国际科学研究与合作 其宗旨是促进对病毒动物宿主 和传播途径的了解 以便今后能够更好的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 更好的应对类似公共卫生危机 在这一事关全人类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的重大问题上 我们希望美方能够同中方一道 本着负责任的态度 尊重事实 尊重科学 尊重新冠病毒溯源国际专家组付出的辛勤劳动 使他们能够在不受政治因素干扰情况下 开展病毒溯源科学研究 据报道 武汉市本周抽检和监测多个环境食品样本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自新冠最先在武汉爆发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不止一次地在媒体面前诬陷 新冠病毒从武汉病毒实验室流出 为了堵住特朗普的嘴 我方相关人员允许美国NBC记者 进入武汉病毒研究所采访 但仅仅有记者进入实验室采访 又怎能堵住特朗普的嘴 得知NBC记者采访过武汉实验室后 特朗普不仅只字不提有关新冠病毒的问题 还埋怨NBC记者没有追求事实 对待这样的人 就算武汉实验室对全部美国人开放 他们也不会相信新冠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流出的事实 另外 与武汉病毒实验室合作的美国病毒专家乔纳·马泽特 也分别给出了新冠病毒 并非是从武汉实验室流出的四个理由 该专家首先向外界声明 武汉病毒实验室样本与新冠病毒并不匹配 要知道自外界传出新冠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流出的谣言后 知名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科学家石正丽开始怀疑自己 并开始没日没夜的收集数据和做实验 经历了几日几夜的梅河演后 终于得出新冠与实验室无关的结论 正如他本人所说 这让我如释重负 除此之外 美国病毒专家乔纳·马泽特 还否认了有关实验室安全问题的说法 并发表 冠状病毒更可能是从动物宿主 传播到人类的最新疾病的文章 普通人更易感染和传播病毒 也是马泽特的想法 直至目前为止 武汉病毒实验室 还是马不停蹄地研究新冠病毒的起源和经过 为的就是尽快摆脱新冠病毒 从武汉实验室流出的骂名 近日 还有相关媒体发布 武汉病毒承诺向世卫组织开放的报道 而澳籍专家Dominic Doer 而澳籍专家Dominic Doer 则以世卫组织代表的身份进入实验室 Doer骄傲告诉记者 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参与调查的澳籍专家 并高调宣布病毒溯源工作或新进展 Doer表示 自己和同事已经做好 到各个地方寻找答案的准备 不一定指去像医院实验室市市场 这样广为人知的地方 言外之意 Doer并不认同新冠源头 尽可能出现在这几种地方的说法 据知情人士爆料 实力正在绘制蝙蝠洞穴病毒分布图 以帮助世卫组织的调查 依我而言 无论美方派记者前来追踪报道 还是世卫组织派人前来调查新冠起源 新冠病毒从武汉病毒实验室流出的说法 永远是不成文的谣言 美澳坚持认定新冠病毒是中方武汉实验室产物 然而据一名印度裔美国人Hill公述 自己曾是美国德特里克堡的一名研究人员 他的老师参与了新冠病毒的研发 当时参与该实验项目的所有内部人员 都莫名其妙地消失或死亡 Hill认为自己必须将事实真相说出来 因为下一个被暗杀的就有可能是自己 对于Hill的指认 美方至今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而我方却能够以平和的心态 接受世卫的调查 并且将武汉实验室全面开放 这足以说明我方问心无愧 同时也证明中方对世卫调查工作 是完全支持的 而美国却一直妄图遮掩自己的犯罪事实 诚如我方代表所言 如果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果真没有研制新冠疫苗 那么就应该光明正大的接受世卫调查 而不是像缩头乌龟一般不敢应声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大家收看